据俄罗斯塔斯社19号报道 俄罗斯外交部独联体事务二司司长波利休克表示 根据俄方掌握的信息 乌克兰军队在乌克兰与白俄罗斯的交界地带 部署了一支军事力量 以定期测试俄白联盟国家的防御能力 波利休克警告称 希望乌方及西方国家不要进行军事冒险 目前对于俄方的说法 乌克兰方面尚未进行回应